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呢 是位在基隆的潮淨公園 那麼隨著中路颱風 雖然弱逼近的影響 目前在潮淨公園呢 儘管是沒有下雨 但是卻可以感受到颱風帶 這個風勢呢 是變得越來越強勁 而海浪的狀況呢 也變得越來越大 儘管今天是颱風天呢 但還是有不少的遊客 到這邊來遊玩 我們來關心遊客的最新訪問 汐止那邊還好 就風比較大沒下雨 來這邊就有 到這裡有 有感覺到風比較大 有 他有說不要去那個海邊 不過他有問 如果是到室內的話是OK 那不少遊客是表示呢 目前在現場的這個風雨 他們覺得並沒有想像中 來的那麼的強大 所以他們還是決定 把握時間外出來遊玩 不過在消早的時候呢 透過我們直擊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在潮淨公園 當時呢 是突然刮起了一陣強風 而且這個雨勢呢 可以說是說下就下 雨勢來的非常的大 那麼也讓當時這個遊玩的遊客 是來不及打開雨傘 就算到最後呢 把這個雨傘打開呢 雨傘也因為這個強風的關係 雨傘差點開花 也讓遊客呢 可以說是凌晨的落湯機 那麼稍後有關這個基隆這邊呢 颱風的最新動態還有狀況 我們都將持續為您掌握